在前一篇推文中,和海狼山谈到现在级136件的二门戒炮,若用来对陆地摊头骑射,可以顶一个大口径炮兵引用。 这种说法,是经过战争实践检验,更是经过现代演习和计算得出的结论,海军装备从19世纪末,开始进入征集驱动的大炮巨舰时代后,海军炮兵的发展速度和威力, 就圆锐走在了陆军炮兵的前面,这是因为海军舰艇多位巨大,在海洋和深度足够的内水,可以自由运动,因此舰炮的直径和数量,单位火力密度,可以大大超过陆地炮兵。 在战略兵出现后,410毫米的大口径多连装剑炮,就已经成为个海军强活的主战武器。 一艘3万吨的战略兵,可以安装三座这样的炮塔,多达九门超级大炮。 一座旋转炮塔的总重,就高达接近两千多,甚至比当时的一艘驱逐渐还要重。 至于其他200毫米,或者150毫米左右的剑炮,在一艘战略兵上还有几十门,陆军想达到这个火力密度,是完全做不到的。 因为陆军很难在车辆上安装一门410毫米口径的长身管移动式陆地大炮,更无法让所有弹药一起跟随这种陆地大炮自由移动。 虽然德国人搞过铁路机动超级大炮,但是货欲奔重,使用条件受到很大的限制。 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些陆战主要武器的出现,也是海军装甲大炮思想的上路, 以及有人想对比一下重装坦克群和重甲巡洋舰谁更厉害。 二战后期就曾经有这样的对比机会,一对德国重型坦克, 居然公然跑到法国海岸去打击刚刚出现的两艘英国重巡洋舰。 但是开火5分钟后,德国战车群就成了海滩上的一堆罗丁和罗姆。 现在很多所谓的陆军强国,都凑不起哪怕两个营的155自行榴弹炮, 一个这种营,就可以作为集团军级别的基本火力单元了。 大多数中小国家的陆军,就更没有一个155自行榴弹炮营这么奢侈的配备。 但是,无论是现代化的陆军大口径自行火炮,还是传统的陆军牵引式火炮群。 在经过刚开始的几速射后,炮官都会迅速发热。 此后的连续炮机,就会进入非常慢的状态,只能一分钟打两发,甚至一分钟只能打出一发。 而在支援登陆作战中,海军大口径舰炮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。 现代化大中型舰炮,75-130毫米口径,都有一整套攻弹系统。 被大网网高达数百发,射速可以到达每分钟30发甚至更高。 由于采取了炮管水冷系统,连续射击能力比陆地炮强N倍。 而且舰炮的口径倍数,也比通口径陆炮大得多。 射程和京都更有保障。 苏氏130舰炮一直有过其人之处,火力猛,射速高。 早在1958年,海军演进苏联130老式舰炮后,在周山群岛的繁岛与永备攻势演习中, 其中多门舰炮连续猛烈射击半小时,就基本摧毁了一个小岛上经营了20多年的全部永备攻势。 可见在登陆站中,大口径舰炮的集火密集精确设计,然而非常有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